记者杨正俊台中报道 55岁黄甫自称有通灵能力 可待为消灾解恶 陆续向林 曾等久人 杨称其家人有厄运 她可向台中女间购买低价金制元宝 拿大的母庙火化以求改运 上述被害人交付数万至上百万元 久人计达417万余元 黄甫要把金制元宝火化前 还叫儿子先拍照 照片来取信被害人 没想到被害人比对彼此照片 发现出的钱 买的金制数量不同 照片中金制元宝连摆放及数量都雷同 又询问台中女间 发现该间不曾大量出售出金制元宝给黄女 黄甫依杂其罪起诉 黄甫之子另案通缉中检察官调查 黄甫 55岁 自称有通灵能力 2016年5月间认识从事直销的林某 利用林某关心其岳母身体状况 扬称她可以向台中女子监狱购入低价金制元宝 拿到南投县的母庙 以火化金制元宝消灾解饿 解除岳母病痛 林某第一次花了7万元 但岳母还是并未住院 黄甫表示还要再加倍 林某又出资16万8千元及12万9千5百元 都是买金制元宝到的母庙火化 另外在同年5-8月间 同样守法有黄女 岑女 陈女 王女 周南 黄甫 林女及秋女 都应被告黄甫谎称其家人又厄运 她向台中女子监狱购买了金制元宝 较外面低价 上述被害人陆续汇款或交付现金方式 交付从39,892元至158万2,019元不等给黄甫 而黄甫还只是棋子 火化金制元宝前要拍照 拿照片回来给被害人 以取信表示却有火化金制元宝 可是周花了30万元 王花了3万多元 两人拿到的照片却一模一样 车上的金纸元宝摆放及数量看起来都一样 而且火化的时间7月27、29日及8月1日 竟然照片都一样 被害人又查学台中女子监狱 该监表示是有代工生产折金纸、折元宝 但是不曾大量出售给黄女 被害人才知受骗 黄甫坦诚骗她们说金纸向女监购买 其实金纸来源是朋友金纸店 她只赚差价 只是向她买金纸 但被害人称 如果不是黄甫说可以消灾 解恶她们怎会花那么多钱 就拿去烧掉